那你希望她的未来是在北京工作还是回老家工作呀 当时她说她回老家的时候 就是我也挺意外的 因为我没想到会回老家 而且我问了她的一些朋友 说那个工作还不错 后来她也问过我 问我什么态度 她的一些事情 就是她关于她未来的选择 而且我在北京现在待着这些时间 就养活自己都挺困难的 就比如说养活她了 或者说我感觉我怕我去给她去说 怎么选择就会影响她的以后的未来 所以说我不想那么自私去 去把这个选择说出来 我之前是觉得就是你说你到哪儿 我就想跟着到哪儿 但我现在说实话我挺不确定的 因为之前咱俩吵架 可能是说一地裂说不在一起吵架 但是后来我俩在一起过一段时间 就是我去北京放暑假的时候 陪她过一个月 我觉得就是在一起了 可能就不吵架了 结果在一起还是天天吵架 就三天一小吵 就是在我去北京之前 我就形成是我假期嘛 然后我就在网上查了很多 好玩的小攻略 那些好吃的什么的 我就想跟她一起去吃 地方的那种特色小吃 然后去逛街去玩 秘识逃脱 但是就是到那之后 她都没留我去 就留我去家附近的小厨馆吃饭 然后也没有领我玩陪我什么的 我想让她陪我像以前一样 在大学里的时候 但她都没有 就是两个人还是吵架 男生我有个问题想问啊 女生也回答 这个问题是共同问的 就是关于未来 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我之前是想就是 跟她在一起 就是她在哪儿 但是我觉得我俩现在的感情 太不稳定了 就是不在一起的时候吵架 这在一起了也吵架 就心里觉得没有谱 就是我怕我到时候 老家的工作也没有了 到时候来找她 到时候感情也没有了 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男生 那你现在这个问题 你正视一下应该怎么办 就女朋友现在 对你们这段情感很担心 她可能想回家的愿望 更强烈一些 因为对这个情感有点担心嘛 害怕嘛 那你怎么想呢 其实以前我们感情一直很好 但是从我北京一工作 然后一套社会 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后 就我们之间的关系 包括以后的未来的选择 我自己有时候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说也很难 就是给她一个 很正面的一个答复 所以我也在纠结 男生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要问问到底谁变了 是吧 你觉得谁变了呀 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些吧 日子变了 那我终于感觉 行吧 让老师帮你们证实一下 你们现在面临的 这个巨大的问题吧 我们一起进入 休笔特问卷 上来就跟我们说 你们两个异地恋一年了 异地恋说 这个锅我不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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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自己飞吧 好吗 祝你们幸福